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在上解课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集合类型 那接下来往下学 来学习一下我们最后一种类型 就是我们的有序集合的类型 那说到有序集合 可能比集合是不是多了两个字 有序啊 它其实呢就是在我们集合的类型的基础上 为我们集合中的每个元素 都关联了一个分数 给每一个元素 它都指定了一个分数 像我们集合中元素的值不能重复 但我们的分数呢是可以重复的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分数 来对我们的这个元素进行一个排序 但是需要注意啊 我们说了集合中的元素值可以不同 但分数可以相同 那有了分数之后呢 我们不仅可以像完成插入啊 删除啊包括判断元素 是否存在于我们的集合中 这样的一些操作 我们还可以根据分数 来获得像最高或者最低的前N个元素 就根据它的分数值来获得前多少个元素 包括我们想获得指定分数范围内的元素 还有一些和分数有关的一些操作都可以了 这也是我们集合和有序集合的区别 那我们的有序集合类型呢 在某些方面呢和我们的列表类型还有点相似 首先呢都是我们的有序的 而且呢二者都可以获得某一范围内的元素 但是呢它们的区别呢也很大 而且呢正是因为有这种区别 也导致了他们的应用场景呢 也是不一样的 那首先第一个区别呢 就是我们列表类型的 是通过我们列表来实现的 获取靠近两端的数据 是不是很快呀 对吧速度极快 而且元素很多的话 我们获取中间数据的速度呢 就会比较慢 所以说呢它比较适合像做我们新鲜事啊 对吧 或者说日志只要很少访问中间元素的应用 这个我们也说过 第二呢我们有序集合类型呢 它是使用散列表和跳跃表 Scape list来实现的 即使是读取中间的数据 速度也是很快的 第三点 我们列表中呢不能简单的调整元素 某个元素的位置 但是呢我们要使用有序集合是可以的 而且还可以通过修改这个元素的分数 就可以简单的实现了 第四点呢 就是我们有序集合 要比我们列表类型更耗费内存 这一点需要知道 好简单了解了我们这个有序集合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在有序集合中我们常用到的一些命令 最后一个类型 有序集合 和集合一样 同样的它可以来添加元素 只不过可以给这个元素指定一下分数 有序集合 来找一下看看是不是写编号 set集合类型 zset 或者叫salted的 以排序的 salted set 有序集合 有序集合 同样的第一个 我们想想像集合中添加元素 那现在你看在之前 我们像集合中添加元素 是不是用的是啊 s啊 sid 对吧 那现在像有序集合中添加元素 可以通过我们的zid 它的作用就是将元素 极其分数 集合中 添加到集合中 比较简单 啊 那语法呢 可以写一下zi的key 接着指定一下这个元素的分数 先写我们的分数 再写我们的元素 你可以一次添加一个 也可以一次添加多个 再写scal member 记住啊 先写分数 再写元素 这样的操作 那我们的scal呢 需要注意 你可以写上一个整数值 包括我们的辅典数也可以 那如果成功的话 它返回被成功添加的新成员的一个数量 那现在呢 这个数量呢 就不包含我们那些 已经被更改的 包括已经存在的成员 假如这个集合中 已经存在某些成员了 你又添加了一些新的 但是这些新的中 存在重复的 这时候呢 它不会返回这个元素的 不会返回 不会把它返回回来啊 这一点需要注意 如果说我们这个 就是有序集合中的 已经存在的某些成员 那接着呢 你要再通过zi的 再指定这样的元素 就相当于更新了 更新元素的分数 我们可以来看个例子 来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啊 首先呢 假如我们想存储一个啊 分数 zi的 起一个名次 靠 考 课程的分数 或者说 存取一下我们 P2P的分数 P2P的 考 接着 先指定一下 假如说啊 king是100分 king queen呢 是95分 96分 空格 qoen 再写成一个 麦字是98分 麦字 泰斯的呢 写成一个啊 80分 首先我们先一次添加一个啊 一次添加一个 成功啊 可以一次添加一个呢 我们也可以一次添加多个 zi的 P2P 词告 再张过来 写成一个98啊 qoen 再写成一个98 麦字分数可以相同 元素可以不同啊 接着再往下 写成一个80 泰斯的 78 泰斯的 1 一次多添加几个之后 我们也能用 泰斯的2 这叫做一次添加多个 那成功的话会返回 会返回什么呢 会返回添加到集合中元素的个数 你看一共添加了5个 返回的是5 那接着我们再来添一次 现在集合中是不是已经有了 泰斯的 泰斯的1 泰斯的2了 对吧 如果你再包含 你再新添加成员的时候 包含了 我们集合中已存在的成员 假如你添加一个泰斯的2 60 泰斯的2 这时候相当于更新了 这个成员的分数 再写成一个67 泰斯的3 56 泰斯的4 那只会返回几个元素被添加成功 对 只有两个 只会有两个 好 成功 你看到 明明你添加了三个元素 但泰斯的2 之前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这时候只会返回两个 它是返回被成功添加的新成员的数量 就不包含那些 假如你更新的 包括已经存在的成员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可以添 可以添加成员 没问题 那现在呢 我想获得一下某个元素的分数 怎么来获得呢 就可以通过第二个命令 可以通过 Z Score 它的作用就是获得指定元素的分数 语法呢 比较简单 Z Score Key 你要获得哪个元素 把它的名字写到这就可以 Member 它就会返回这个元素的分数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 Z Score 我想获得一下 Math的 P2P的分数 写上一个Math 放到这就可以 好 成功 你看到 Math是不是正好是98呀 对吧 那接着你说 你想获得一个 ZScore King的分数 100分 同样的 你说你要获取一个不存在的元素 有这个元素吗 没有 那接着得到的是一个 Nil 对 这样的效果 如果元素不存在 它返回的分数是 Nil 同样的 你也可以再来添加一个 浮点数也行 写成一个Z I的 P2P Score 写成一个 Test5 是一个12.3 接着你再获得一下这个元素 也可以 来看一下 它告诉你 Test5 不是一个什么呀 不是一个 是不是写反了 先写什么 先写分数 再写 再写 我们的这个元素 报错了 这叫成功 接着你再获得一下 Z Score P P Score 写成一个Test5 你看到 得到的结果是多少 12.3 一堆堆堆堆 对吧 这是我们的浮点数 是有这种精度问题的 这是一个双精度浮点 那同样的 你在写这些分数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正无穷 包括负无穷也可以 把它加到这也行啊 刚才忘说了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形式的分数 Z I的 写成一个 P2P Score 写成一个Test Maps的分数呢 使用正无穷的话 可以使用 加号 NF 代表正的无穷大 接着写成一个Maps的 NT 那负的无穷大 也可以写成一个负号的NF mean的NT 把它也插入成功 又添加了两个元素 那接着你想获得这个MapsNT的分数的时候 可以写Z Score P2P Score Max的 NT 你看一下 得到的值是不是也是NF啊 表示正无穷大 那负无穷大是一样的 min一下 也可以 min NT 那我写的是NX啊 没关系 得到的是这个负的NF 也没问题 这是可以通过ZI的添加元素 ZScore 获得指定元素的分数 那现在呢 我想获得一下 我们这个元素和分数 获取一段范围内的 也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Z润指 它就会按照元素 分数从小到大的一个顺序 来返回你指定其实点到结束点之间的所有元素 有点像我们这个润指 有点像我们这个润指 那接着你看一下 这个Z润指啊 也比较好用了 你获得某一个区间的就可以通过它 它是按照元素分数大小 分数从 记住 它是从小到大的顺序 返回你指定 返回指定 所以就start到stop 之间的所有元素 注意它包含我们的这个起始点 包含两端 一会儿呢 也可以让它不包含两端 也可以啊 包含两端 注意下标呢 是从零开始 是从零开始 它的语法 来看 Z润指 key 起始点 结束点 那如果说你可以想看到分数的话 可以加是这样一个可选参数 with scouse with scouse 它就是带回了这样一个元素 对应的一个分数 你也可以不加 也可以加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你看到我们一击公有这么多元素了 你想获得整个集合的集合中的所有元素 整个有序集合中的所有元素 可以通过Z润指一下 接着指定一下 PRP的score 其实点从零开始 到哪结束呢 写成负一 是不是代表位置啊 对吧 它是返回整个PRPscore 这个有序集合中的所有元素 这时候你没有加 with scouse 它是不大分数的 来看一下 一共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效果 零到负一 从小 看好了 从小到大的一个顺序 从小到大 按照我们元素的分数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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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假如说你只想获得前三个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Z Range PRPscore 0到几啊 对 到2 代表分数 with scouse 前三个元素 分数最小的 你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这样的形式 也可以 那接着还有两种特殊的形式 如果说我们的结束下标 超出了我们集合中元素的个数 那是从你的起始点 一直返回到结束的末尾 最多就能比你这么多了 那现在你来看 我写上个ZRange PRPscore 从0开始 一共才有多少个元素 刚才看到 反正也超不过200个吧 对吧 或者2000个 肯定超不过吧 接着你带有分数 with scouse 那这时候呢 它会从起始点 一直返回到 我们集合中元素的末尾 一共就那么多元素 全部都给你了 你试验一下 一直返回到末尾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说你要给我的区间 是一个非法区间的 你再看 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对 应该是一个空 ZRange PRP的score 1000开始 2000结束 你带有分数 不带 都不可以 那现在这是一个非法区间 所以说应该返回一个 空的 对 empted list outsight 这样的效果 ZRange 按照元素 分数 从小到大的 数据来返回 那你可以从小到大 也可以从大到小 一会儿我们再说 从大到小 如果说在这里边 我们看一下 没有分数相同的 我们再添加一个元素 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我们说了元素的分数 是可以重合的 PRP score 写生一个test到6了 60 test7 60 test8 test8 也是60 这三个元素的分数 是不是相同啊 没问题 可以成功 这样就成功不了了 先写谁啊 先写分数 那再来一个test9 好 四个元素 接着你可以看一下 ZRange一下 PRP score 0到-1 Visa score 这是不是有分数相同的 对 没问题 当分数相同的时候 那我们redis怎么来排的呢 你看 60 接着太60 太60 按照什么呢 按照我们字典的一个顺序 像0小于9 A小于A 小于Z 再小于小A 小于小Z 这样一个顺序 按照字母的一个 ask码的顺序 来排的 注意 给大家写到这 就跟我们PRP中 比较四不串大小一样 当 元素 元素的两个元素的分数相同的时候 那redis呢 在排序的时候 按照字典的顺序 像我们的这个 0 小于9 小于大A 小于大Z 小于小A 小于小C 是不按照字母的 ask码的顺序 来进行排列的 如果是中文 同样的 如果你使用的编码方式 是utf-8的编码方式 仍然会按照我们的字典顺序 来进行一个排列 这一点需要注意啊 如果 使用的是中文 utf-8的编码方式 同样按照 字典顺序排列 好 这是我们的Z range 从小到大 那接着和它相反的 把这个命令一起来记就可以 第四个 Z range ZREV 倒置的 range 它的作用是和它正好相反 按照分数 从大到小的顺序返回 按照 我就简单写了 和 Z range 相反 按照 分数 从大到小的顺序 好 语法呢 来写到这 Z range 接着 key 加上我们的这个 其实点 结束点 可以带有 V scores V scores 那来试验一下 直接写一个 Z R E V 认知一下 返回我们这个PLP 分数中的所有成员 0到-1 带有V scores 试验一下 好 你看到最小值 是我们的负无穷大 接着呢 按照从大到小的最大值啊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没问题 那刚才我们还说到了一个 它是包含两端元素 那如果你要不想包含怎么办呢 我们也可以来加上这样一个效果 来看一下 这个是按照分数啊 一会儿呢 我们来学下个命令就可以了 就像不想包含指定分数的两端 或者某一端都可以 可以通过其他的命令啊 那现在呢 你先把前四个 这四个命令 有序集合的命令 来实验一下 按照我们的例子的形式 参照着之前我们写的这个集合中 这样的命令 来对照来记就可以 那只不过是在集合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个排序 给每个元素指定一下分数而已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问